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欢迎来到Strange冷知识 喜欢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和我一起长知识 并且觉得对方有眼光 只要不是恶意的搭讪,白羊座其实都可以理解的 但如果是恶意的,白羊座就会变得很暴躁 二,金牛男要是遇到了这种情况 他们心里肯定会因为战友欲作祟而不舒服 但是在表面上压根不会表现出来 很擅长隐藏自己的情绪 三,双子座本就是比较爱玩的性格 当女朋友被搭讪的时候,他们会当成路人 在一旁看好戏,他们从来不会因为莫须有的事情 而跟女友吵架 四,巨蟹座的男生在面临这种情况的时候 会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他们本就是不会说话的类型 也不懂得应该如何去质问 五,如果你有胆量搭讪狮子男的恋人 那么就要做好被打成猪头的准备 他们可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恋人被搭讪 该出手时就出手 六,处女座的人比较死板 当知道有人搭讪女友的时候 他们会正儿八经跟恋人聊天 告诉对方下次再碰到这种事情 就有多远走多远 七,天秤座不但不会生气 反而会很欣赏对方 毕竟自己的女友被搭讪 证明自己眼光好 会有一种予有容颜的感觉 八,天蝎座的人知道女友被搭讪 他们会生气 明知道不是恋人的错 却还是依旧会跟俩人生闷气 他们的心眼比真还小 九,射手座会觉得很搞笑 没想到自己的恋人也会有被搭讪的这天 他们非但不会生气 还会拿这件事情调侃对方很久很久 十,摩羯男的恋人被搭讪 他们会赶紧宣示主权 并且告诉恋人一些防浪技术 他们将恋人当城堡 总觉得会有人在基于自己的女友 十一,水瓶座当知道恋人被搭讪的时候 他们会假装不知道 想要恋人自己主动给自己一个解释 但通常都没有等到 恋人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可解释的 十二,双鱼男的恋人被搭讪 他们会给恋人制造一场更加别出生面的搭讪 想要让恋人知道 自己的搭讪水平不会比别人差 赶紧忘掉会搭讪的小插曲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有趣话题就点个关注吧 也可以把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打在评论区哦 说不定下一期就是你想看的 看完的小伙伴点赞扣衣 点赞的小伙伴考级门门优秀 家庭作业没有 零花钱多多